谁带谁好看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带的这套珍珠的项链 耳钉 从远处看 你会感觉到这个珍珠好像散落在脖子这个地方 好像是衣服的一个小花标 它比一串珠子要灵动很多 有点若里若现的感觉 那么这个珠子选的是5毫米的 这对耳钉是6毫米的 这个链子是14K黄金 也可以有14K的白金 我知道很多客人和朋友对珍珠的呼声比较高 而我对珍珠真正的了解和认识 也是从我们带来的品牌 就有Mickey Mode 日本的牌子 它是海里的珍珠 我今天带的这是淡水珠和海水珠比起来 淡水珠没有海水珠那么那么亮 所以我看过那么多的海水珠 我看过那么多亮的珠子之后 我就对淡水珠格外挑剔 那在选珠子的时候呢 它一定要相对要亮 其实我最早喜欢那个珍珠呢 是从耳钉开始 像我给大家选的这一对 才112块钱 那Mothers Day打折才89块9毛钱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你不管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它这对真的是把你的脸就是给提亮 尤其是白色的 就特别提亮 而且呢 也显得比较美好的样子 比较优雅 戴上它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自己就变得比较feminine 就看镜子里的时候呢 就是会让自己那个淡定下来 有的时候其实工作压力也蛮大的 可以起到这种效果 很神奇啊 多年我看过很多的那个 就是珍珠的不同的设计和首饰 我一直就是想 如果我做一条珍珠项链的话 那我第一条一定是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太漂亮了 谁戴谁好看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让无数的客人是戴过 谁戴谁好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 我就想 哎 mother's day呢 母亲节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这个推出来 而且呢 大家现在讲究叠搭 所以说这个珍珠项链呢 还可以叠搭一条 另外一条 就是不同尺寸的珍珠项链 像我这条相对大一些的 让大家的那个注意力呢 更加强一些 但这个小珠子呢 确实是很漂亮 这是diamond的一个pandant 就这样叠搭一下呢 就显得不是很单调 从远处看啊 就是比较信任的注意力 然后起到这种啊 这个装饰你整个人的一个效果 哎 再搭这个24k黄金呢 就24k黄金应该是 金里面颜色最深的了 也是不会把它的这个美颜给盖住 是吗 所以反倒是相得一张张 更突出一点金的颜色 但是这些珍珠确实是 粒粒晶莹剔透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舒服 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样选择珠子 重要一点 那就是你看 它是相在贵重金属上 还是相在镀的金属上 很多它就是一层金镀在银上面 或者就是用银的 就是用比较廉价的金属做的 这种呢 你就是要当心的 那它 谁会把贵重的珠子 镶在便宜的金属上呢 对不对 谁会把一个 真的钻镶嵌在一个 镀金的那个架子上 镀在镀金架子上 这个钻石一定不是真的钻石 不管这个钻石有多大 大家就记住我这句话 很多珍珠的首饰卖的很便宜 几十块美金 或者甚至是更便宜 你想想 那这链子肯定都不是真金的真假 那它是镀的金镀的银或者怎么样 那它上面的珠子能好得了吗 那很多人他说 哎呀我就是代代 代代呢 你花几十块钱代代回来之后 那后面的这些链子啊 还有这些什么扣子啊 然后就生锈了 就掉色了 你露在后面 你就会觉得 哎呀好像很尴尬啊 好像很廉价 那我就不带了 那就几十块钱给丢了 对不对 那我这条链子呢 原价是391 那现在呢 是母亲姐打这299 那我这个是绝对不会生锈的 14K金 那你是带这辈子 下一代多少人带 它都不会掉色 所以大家今天学了一个小桥门 对不对 还有这个耳钉啊 这耳钉呢 6毫米 我是觉得好像小 但实际上你要看它耳垂长的 或者是耳朵的形状 或者你整个这耳朵 在脸当中的样子 你如果带两个太大的呢 就感觉好像支愣出来 实际上就失去它的美感 虽然看上去比较好 所以实际上6毫米 是适合很多很多人的耳垂 相信我的经验 还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这样整串的珠子呢 它叠加或者是单独自己戴的时候呢 和休闲装 卫衣 来一起来戴 这样就会打破这个 一整串珍珠 它的这种沉闷 它的这种古板 给人的这种印象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尚博主啊 很多这个 他们会这样戴 还蛮出效果的 我就是比较休闲的衬衣 这条谁戴谁漂亮的项链 你感觉怎么样呢 我就是归宫的项链 83层的项链 十一步地的项链 我也要想能速实践的项链 这么下腿